慢慢的打开 来睡觉 这里是平科大野生动物收容中心 这只穿山甲是采访三天前 被民众在台南龙旗牛蒲发现的 孙静明给他取了个名字 牛蒲川 当地居民发现他 在马路旁边 所以就是想说 想通知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状况 牛蒲川健康状况良好 在送回原地掩放前 他还有一个重大任务 这一块铃片很宽很厚 所以是蛮适合用来装最终器 你可以看一下 它的铃片其实下面是空的 所以不要钻到肉就好了 在选定的铃片上钻洞 再将发泡器扣紧锁牢 动作得快才能减少穿山甲的紧张 野方后靠着无线电追踪器 未来只要在牛蒲川三公里的活动范围内 就能听得到 动物只要静止的时候 你听到的是这个声音 它是平稳规律的 那如果动物在移动的时候 比如说像这样 它就会变成比较不规则 2010年起孙静明开始进行穿山甲的野外监测 这群黑夜中的盔甲精灵在野外过得可好 孙静明花了十多年探访追踪 高雄码头山是他目前的监测热点之一 这边 这边比较大声 所以它在这个方向 很想要知道它在台湾这个地方的活动 跟一些生态习性 但台湾浅山地带这么大 光靠孙静明一个人 是监测不完的 当地居民成为他最重要的帮手 那两个最近有听到的 那是黑鸡在外面 黑鸡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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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外面吗 码头山的居民在孙静明指导下 几乎人人练就一身监测本领 目前在附近浅山区域 有六七只穿山甲带有发暴器 居民每晚监测 若发现异常 就能和孙静明及时回报 会越来越大声 你看 共同参与一个荣誉感 在这个区域的穿山甲 它怎么生活 或者是我可以协力 做出研究的部分 那就是一个人跟生态 其实是一个互相协力的一个关系 伙伴关系 可能之前没有这样的机会 这个契机可以去了解 自己生活的土地 然后后来才发现 原来有这么多 值得去探索的事物 然后有很多珍贵的自然资源 守护穿山甲 他们并且努力 像这样的野外追踪 孙静明也有交给台北实力动物园 而动物园在2023年8月 就对外宣布 有一只旧伤回来的穿山甲 叫动宝529 经过治疗恢复健康 也经过评估确认之后 就成为动物园首支 进行野外追踪的穿山甲个体 但动宝529传回来的讯息 令所有人震惊 动宝529 大概追踪前几天 我们就发现它死亡了 在野放穿山甲的时候 要找附近有洞穴 让它很快速能够躲藏的地方 那那个洞穴 我们在野放的时候 它有进去 有一只体型非常大的穿山甲 雄性 应该我们猜测应该是雄性 以习性来说 那体型大概是它的动宝529 三倍大 然后进到那个洞里面 动宝529是想要逃跑 只是它在爬坡的时候 往洞口滑 然后那一只雄性的大只的穿山甲 本来已经不追它了 结果它往洞口滑又跑到洞口 那只雄性大穿山甲就追出来 然后就扭打 体型不敌大只穿山甲 动宝529在野放后没几天就死亡了 研究团队震惊难过 但也学到经验教训 动宝529之后 我们其实也在讨论说 就是雄性个体的野放时间点 就是它的年纪 有没有需要再更大一点 穿山甲是一夫多妻子 那母的跟母的之间 也是相对是和平相处的 但是雄性穿山甲 我们真的要下次可能要注意一下 异地野放的时候 那个地方的穿山甲密度 是不是可以做一些评估 穿山甲被穿山甲攻击致死 在动宝529前 未曾听闻 但无论是孙静敏 还是台北市立动物园 救伤穿山甲 是他们不放弃的坚持 而在野外的危险来源 最主要的是他 穿山甲下的蜷缩成一团 大狗拼命啃咬 遇上游荡犬只的穿山甲 下场飞死即生 会在台东池上的野湾野生动物保育协会 是东台湾唯一的野生动物急救站 受医师正在为被犬肢攻击的穿山甲 进行手术 可以看这个就是 它急着被咬断的地方 然后之前脚这边 这也灵片脱落的地方都是咬伤 穿山甲目前的话 我们这边已经超过五成了 就是目前来13只 然后有7只是被狗攻击的 因为穿山甲7地 在低海拔丘陵 与人类活动领域重叠 最常遭受游荡犬攻击 根据农业部统计 因犬肢攻击导致受伤的野生动物数量 近年激增 从2019年至2022年 总计已拿274只 其中穿山甲就多达128只 像是台北市立动物园 近几年 每年旧伤穿山甲也都有10只以上 如果是狗咬的话 它的全尺是很深的 它一咬下去通常都是穿透性的 所以那个穿刺性的伤害 通常要需要很多次的清创 不能马上缝合 所以它要清很多次 没有菌了以后 让伤口慢慢的愈合 所以我们这样的处理下来 其实一两个月都跑不掉 多次手术 外加麻醉 治疗时间长 这都是风险 再加上穿山甲身性胆小 容易感到紧迫 压力下会拒绝进食 而且救伤单位也无法提供 源源不绝的马医 该如何找到人工四粮的最佳配方 是让穿山甲能健康活下去的关键 解密穿山甲食谱 台北市立动物园是大功臣 你们闻到香味 请来喽 我们的位置是不同的 让它多花一点时间去寻找 其实这个是希望它尽量 可以维持它的行为 盐壁上 石块上 树杆上 在展间不同处 保育员都摆上一勺四粮 果然 没多久 它是果然翁 雄性 雅成体 是个年轻小男生 原本还在熟睡 一闻到好吃的 立刻爬出洞口 这个看起来软泥状的四粮 就是俗称的川山甲蛋糕 成分有蜂涌 面包虫 苹果 蛋黄 椰子粉等等 混合后用果汁机打成泥 电锅蒸30分钟 再与营养补充物搅拌 放凉后就是美味的川山甲食物了 里面没有蚂蚁和白蚁 也能满足川山甲营养需求 动物园制作出这个配方 花了将近20年 想办法想要去收集 它在野外会吃得到的 蚂蚁跟白蚁 然后我们去分析那个营养成分 也回头来分析 我们的人工饲料的营养成分 因为我们想要做对照 看那个营养成分是不是有吻合 但川山甲在野外进食 是有季节性的 所以人工饲料不能一年四季 都吃一样的配方 该怎么调整 孙静明给出解答 我要去分析川山甲大便里面 有什么样的内含物 这个是长脚结乙 它也是穿山甲喜欢吃的食物之一 所以从粪便或是胃内含物里面 就可以鉴定出 它们吃的食物的种类 还有数量 透过它的一整年的粪便的分析 知道它的材质是有季节性的 所以这些资讯对动物园的人工饲料来说 的发展就很重要 除了解决饲料问题 若救伤回来的是 没有妈妈在身旁的小穿山甲 捕育就成了最大难题 2014年巴掌大的穷无 无法吸母乳越来越瘦弱 原方只能进行人工捕育 这也是台北市立动物园的第一次 罗轩义当时就是穷无的代理妈妈 事实上我们在捕育它的时候 我们完全不知道怎么做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 第一个尝试的就是猫的奶粉 就是说营养上面没有出现太大问题 我们才慢慢的去调整 那鳞片的颜色 其实显示的是它的营养状态 所以等到后来穷无长大的时候 它的鳞片就像斑马一样 有不同 因为那是我们每一次增加 不同营养素之后所产生的斑纹 经由人工捕育顺利长大 穷无更成为全球第一只 由人工捕育到可生小孩的穿山甲 在那一次其实我们并没有说 真正的摸索出它过程当中 它所需要的营养到底是什么 那反而是它的小朋友 就是穷无的儿子悟空 在那一次我们才比较建立起 真正穿山甲 事域的过程当中营养的部分 穷无和悟空好好长大了 他们为人工捕育技术 建立关键的经验数据 世界各国向台湾取经学习 在台湾的经验跟台湾的这些技术 然后推广到其他世界国家的其他种类 然后去帮助他们做其他种类的研究 那我们现在正在讨论要成立 穿山甲的富裕计划 那这个富裕计划 其实不会局限在中华穿山甲 他们神秘 脆弱 学界 社区 旧商单位联手抢救 这个物种在全世界是 极度宾围的状态 台湾可能是中华穿山甲 最后一块保护的基地 从穿山甲垫狱到保育净土 台湾奋斗数十年 这块土地有我 有你 也是他的家